好 現在我們來處理師母的鼻子 好 這一尾比剛才那尾小一點 差不多大啦 好 我們把這些部分 骨頭部分先拿掉 這是大骨的部分 好 然後我們待會兒整個 就可以下去用火汁 用條的去打 很快 對 好 那我們把皮的部分拿掉好了 我好愛吃那個皮喔 那你就留著皮 皮乾煎啊 然後你就這樣把它撕起來 可是我好討厭吃那個皮喔 我們今天沒有乾煎耶 今天是打成果泥 沒關係 它那個還是很好吃 好 嫩嫩的 對 因為我覺得 他直接不處理 因為我覺得 你早上看到來賓名單的時候 應該就很頭痛 所以昨天應該就 我就跟妳講 不是 它如果說 一個陳沛齊 或一個楊齊 它就覺得頭痛 可是這樣很痛在一起 好 等一下 我們放點香油進來了 好 一點香油進來 先把它打成醬喔 為什麼要香油 一點點 讚 讚 讚 OK 這個 超厲害 超厲害 然後我們把這個魚肉的部分 因為它 我剛剛有提到它有刺 它裡面呈現有沒有 像這樣泥的狀態 對 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呈現這個泥的狀態就沒有問題了 好 我們又可以把它 拿到這個整本上面來 然後我們把這個肉 剛剛這個豬肉 把它放進來 對 差不多是1比6 對 差不多1比6 所以我們現在先把這個香菜的部分 先放進來 好 然後蔥把它放進來 好 蔥 對 我們來最後調味 來一點點的醬油 還要另外鹽嗎 鹽也是最後再放 對 然後來一點白胡椒 然後 香… 這樣配起來好香喔 然後再來就是你的薑汁要放進來 這樣會 對 因為肉 豬肉也好或是魚肉 還是要吃一點點 對 OK 它這個 魚肉跟豬肉一半一半 對 吃起來的時候它會不會就是 豬肉的味道蓋過魚肉 不會耶 虱目魚的味道很… 比較強 對 比較輕 所以等於說豬肉蓋不過它的味道 蓋不過 對… 那它加豬肉的理由是因為它的 口感 多一個口感 比較多彈性嗎 應該說肉類裡面 彈性最好的應該是豬肉 對 而且豬肉它比較不搶味 你如果說你今天放的牛肉 或是羊肉下去 牛肉味道會比較輕 就會搶掉了 對…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這個餡料你要看 就是它整個餡料 很明顯的這個 酒黃的部分 它還沒有出水 這個時候的狀態是最好的 那這個稍稍會包起來嗎 對 現在趕快包 它是水餃的 對 因為水餃是水餃 對 那當然你如果要包大一點的話 你可能把鍋貼皮上去趕一下 那其實我們這邊不太需要太大 這是給你吃個味道 不是 吃個味道啦 是真的吃起來是好吃 就是我們要它的形狀就這樣 就好了 這邊把它捏起來有沒有 然後把它翻過去之後 兩邊把它往下壓這樣就好了 迅速的包完以後 那我們現在教怎麼來煎這個鍋貼 好 不是還是要先熱油嗎 不用… 因為我們今天用的是不沾的鍋子 對 所以你就把它放進來就好了 那如果有的家裡是那種 沒有不沾鍋的怎麼辦 那剛剛油的部分 你就是要熱鍋下去了 好 把它疊好之後咧 好 那你把火打開 沒有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這個樣子對不對 現在已經下去 下去在煎了對不對 那我們要做剛剛講的這個雪花 來啦 對 你就大概一筆十左右 的 這是太白粉 那你就放水大概放十左右 好 這個還算很精準耶 那你現在已經有聲音了嘛 對不對 好 你可以把它就淋進來了 好香喔 所以它不用蓋到一半以上 不用…它是用蒸的感覺 然後你把它關在小火 然後蓋起來 然後去燜它 筷子 還沒啦 詹姆斯生氣 我可以直接拿來等嘛 詹姆斯真是氣 筷子啦 還覺得… 刺激你拿筷子之間吃 而且不讓我吃啊 是啊 誰叫人剛選擇他們唱 耶 這樣還立起來的 讚 就讓它立起來 就讓它立起來啊 這是有造型啊 光你講話你還敢管嘴喔 對啊 而且跟你新的擺盤的創意 有什麼不好 你會後悔的詹姆斯 好 來 我們上車挺長啊